來 進了喔 來 那個 帥哥 收起來啦 來 請坐 把你的課本拿出來 那個睡覺同學幫我教一下他的比例 我們今天喔 會把第一單元把它結束掉 然後 第二單元會開始講一定那個結束的概念 那我們就是也是用聊的方式 就是跟同學把一些應該要注意的數學的細節 再跟你做一次的提醒 那我們今天呢 要談的第一個主題 請你歡迎到第17頁 哈囉 我第17頁喔 我要帶你們看下面的隨堂A集 這個題目給他兩個讚 他是一個證明題喔 他說 對於所有的正整數N 行你證明 9的N字方加3 永遠都是12的倍數 你知道這個東西喔 的關鍵在哪裡嗎 拿出你的比喔 把所有的正整數N 把它畫起來 我再講一次 同學正整數 你把它收集起來 它所形成的那個集合 這個範圍喔 它裡面有幾個元素呢 無線多個 對吧 這整數是個可以數 但是你數都數不完的一個集合 對不對 這個從一開始 二 三 四 一直排序下去 數都數不完 來寫一下 再強調一次 這是一個無線概念 無線集合 OK 好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去驗證說 對於所有的正整數N 這個傢伙永遠都是12的倍數呢 呃 一般人喔 會這樣做喔 就是說身為一個初學者 有些人會想說 那我就 檢查一下喔 來說又問你 N等於1的時候 欸跟著我寫啊 好 我也把那個想法 再跟你整個講一次 N等於1的時候 來9你 9的1次方加3 會等於多少 12 欸9你 N等於1對還是不對 對 它是對的 然後我再寫一個喔 N等於2的時候呢 欸跟著寫啊 好 我這個 還是再講一次 來 9的平方 再加3 欸9的平方加3是多少 84 84 解問你84是不是12的倍數 是 是 它可以寫成12 再乘多少 7 7 所以沒有錯 N等於2 第二塊骨牌 我親自去推倒它了 對吧 這個東西就是個骨牌的概念嘛 第一塊骨牌我推倒了 沒錯 N等於1是12的倍數 N等於2也是12的倍數 再來一個嗎 N等於3的時候 也是12的倍數嗎 來 9的3四方 再加3 欸9的3 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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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3是700多少 蛤 73多少 732 732 732是不是12的倍數 是嗎 是嗎 主日 732 732 是12的倍數嗎 這個應該是6嗎 6 6 12 7 12 所以這個是多大 1 所以它是12在乘上多少 6 1 沒有錯 N等於3它也是12的倍數 但是同學我問你 從有限怎麼過渡到無限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你正整數有檢查完了一天嗎 沒有 今天你檢查到3你就覺得 喔 有一點深啊 如果你檢查到第一千 它都是12的倍數 你能夠肯定對於所有的正整數 它都是12的倍數嗎 不行 因為正整數有無限多個 不管你檢查到哪裡 後面還有無限多個等著你去檢查呢 所以從有限過渡到無限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但是數學家always 可以把這個問題把它處理掉 他們處理的手法叫什麼東西 數學歸納法 數學歸納法告訴你說 首先呢 來我這個東西喔 我這邊把它擦掉 你知道我剛才在做什麼對不對 數學歸納法就是一個什麼樣的原理 人家問你什麼是數學歸納法 作為一個高中生你要怎麼跟他解釋 那個叫什麼原理 每個學生都知道啊 那叫骨牌原理對不對 你就把這個東西想成有幾塊骨牌 你說 無限多塊骨牌 然後這些骨牌都有編號 1號 2號 3號 領領領對不對 事實上 數學歸納法 它有兩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它告訴你 第一塊骨牌 要怎麼樣 你要親自去推導 好 所以你要去驗證 這個N等於1的時候 它是對的 第一塊骨牌你要親自去推導它 然後接下來你要保證 什麼東西一定會發生 連鎖效應一定會發生 就是它要那個如何 要那個迴圈 那個迴圈就是說 第K塊骨牌倒下去 會推倒它的下一塊骨牌 所以一旦連鎖效應發生的話 1號骨牌等一下被你推倒之後 它就會去推倒幾號骨牌 2號 然後2號倒了之後 它就自動去推倒幾號 3號 然後你就不用 你就不用再去推它了 你只要推1號就好 後面就怎麼樣 就全部倒成一片 這樣聽懂嗎 數學歸納法 它就這樣子 產生連鎖效應 你就一直不斷倒下去 它就可以保證 後面的骨牌一定全部都會倒瘋狂 雖然有無限多變 所以你在寫數學歸納法的時候 請你注意 來跟著我一起寫 數學歸納法在寫的時候 我一定幫你把它的結構定出來 你告訴我先寫哪幾個字呢 當者 對 來寫上去 當 色 者 我以前年輕教書的時候 我都很FreeStyle在教 就是說 反正你知道嗎 要怎麼寫就怎麼寫 後來我發現不太行 因為同學都會亂寫 所以這個數學歸納法 後來我就跟他們說 就這樣 當色澤三個字先寫下來 然後最後 這裡對齊 你就寫什麼 由怎麼樣 由數學歸納法 你也不要寫MI了 你就寫由數學歸納法 就寫中文嘛 沒有差 由數學歸納法 對我知道的地方很多 來寫吧 由數學歸納法 這個要把它複製再貼上一次 對於 這個現在都只能寫中文 以前可以用符號來寫 現在就只能用中文 對於n 是正整數 然後 9的n次方 加3 橫為12 2 2 倍數 OK 它整體的架構就是這樣 整體的架構就是這樣 每一個數學歸納法 因為你們現在學得很簡單 你們就學這種最簡單形式的數學歸納法 早期的那數學歸納法 一點都不簡單 那個很複雜 那個有點麻煩 你們現在學的這種是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模型 來 那當然就是等一下你要去推導這個一號骨牌 那請問你這個色真摺 它是要讓你去產生什麼東西 它要讓你去產生回圈啊 你要不要再寫一次 這就是回圈的概念嘛 你要確認這個回圈會成立嘛 然後1塊骨牌倒了 然後套用回圈 2號骨牌 3號骨牌 4號骨牌 後面全部都會打光光 聽懂我意思嗎 就一直不斷的倒下去 所以這個東西喔 它的結果就是這樣 所以來 你告訴我接下來 這裡要寫什麼 當怎麼樣 當怎麼樣 當N等於什麼 1的時候 原式一定要成立 如果你N等於1帶進去它都不成立 那這個東西就不用證明了 因為 對於所有的正整數嘛 你最小的正整數帶進去它都不對了 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對不對 所以當N等於1的時候 來 9的一次方 加上3 等於多少 等於12 沒有錯喔 N等於1的時候帶進去 它確實是12的倍數 成立喔 OK 你就這樣寫 就寫成立就好 不用寫太多廢話 OK 第一塊骨牌被你推倒囉 對吧 我們只要推倒第一塊就好 然後接下來要保證 這個回圈會成立 那這個射要寫什麼 你們應該有經驗了吧 射要N等於怎麼樣 K 對 射要N等於K 那當然有些同學會說 老師 那要不要去強調這個K 是一個什麼東西喔 課管好像沒有特別寫 但是你應該知道這個K 是一個正整數 對不對 我想這樣就可以了 射要N等於K的時候成立 要加K的這個數 我覺得不加好像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特別也沒有特別強調 不過我想邏輯比較嚴謹的人 你在用一個符號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針對這個符號做說明 不然你說N等於K K什麼東西啊 講得不清不楚的 有些人會覺得這樣好像有點不太好 沒有關係 射N等於K的時候成立 也就是說 極怎麼樣 也就是說 9的K次方加多少 加3 是12的倍數 9你12的倍數代表說 9的K次方加3 可以寫成什麼樣子 可以寫成12再乘上 你們是要我寫中文還是要我寫數學符號 符號 那就代表9的K次方加3 可以寫成12倍的 你們喜歡哪一個符號呢 M好 這樣好不好 對喔 它一定是12的倍數啊 所以它一定可以寫成12M的這種形態 那這個M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這個M說明一下 M是一個什麼數 正整數 正整數可以 有時候符號的使用要說明清楚 這樣會比較好 OK 這樣沒有問題嘛 好 那現在要讓它的迴旋產生 則N等於什麼 K加1 對 K加1的時候 來 我們要證明 證明什麼東西呢 9的K加1次方再加3 換番 4的是什麼東西 412 412 也是12 的倍數 好 我上次應該有跟同學講過 來 你看好這邊 考試這樣寫 如果有一個學生從頭到尾這樣寫 你覺得 如果這題是10分 你覺得他會被扣幾分? 8分 可能嚴格一點是扣他7、8分 你問我這個這麼嚴重嗎? 他就是基本上架破都出來 對 但是最核心的概念他並沒有寫出來 你知道最核心的概念是什麼嗎? 我們要證明N等於k加1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傢伙也是12的倍數 這是你要證的事情 他根本就沒有證 我現在這樣寫 就直接把我要證的東西直接寫上來 你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根本沒有證啊 我只是把我要證明的結論直接寫上來 這是我要證明的事情 對不對? 那這樣可能沒有證 沒有證有些老師就覺得 看你這個題目不知道要寫得很小對不對 就根本就沒有證到 就給你扣很多分數 所以這個是12的倍數 這件事是等著你去證明的 你把它空起來好不好? 如果你有寫筆記的話 你這句話現在不能寫 你這個東西現在不能寫 好不好? 這是最後才能寫的 好 那你說老師 這個要怎麼證明呢? 我怎麼說明他也會是12的倍數 請你注意啊 這一塊骨牌要倒下去 他要透過前一塊骨牌的力量去推倒他 這樣才會產生回圈嘛 所以你這一行在證明的時候 一定會用到哪一個條件? 一定會用到這個條件 沒有用到這個條件 你的數學歸納法就是失敗的 把這個傢伙狂起來 你一定會用到他 只要沒用到他 那你的證明絕對有問題 對你們來講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現在再給你看喔 你問老師 怎麼把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產生連結 很簡單 來這個東西 9的k加1次方 他可以寫成9 再乘上什麼東西? 9的k次方 然後再加3 這樣寫你應該明意見吧 對不對? 這樣寫明意見對不對? 那一旦我這樣寫之後 這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讓他產生連結 就可以寫成9 再乘上 請問你9的k次方是誰啊? 9的k次方叫做12m再怎麼樣? 減3 你就把它寫成12m 然後再怎麼樣? 減3 這樣寫可不可以接受啊 知不知道我有沒有用到這個條件了 有啊 9的k次方叫做12m減3啊 我用到了 很棒 然後不要忘記喔 後面還要怎麼樣? 加3 這樣寫你沒意見吧 這樣寫沒意見吧 然後這個東西呢 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這裡9乘12m 好 我就寫9乘12m 然後 93 27 減27加3 所以是減掉多少? 24 好 然後你告訴我 下一個步驟要怎麼寫 下一個步驟我們要把誰提出來 把12提出來 12提出來 這也是誰? 9m 然後12提出來這次減多少? 2 請問你 9的k加1次方加3 我可以寫成12 再乘上某一個什麼東西? 某一個整數碼 所以請問你 我有沒有說明它是12的倍數? 有啊 對不對? 這樣才叫完整的證明嘛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可以寫 哦 它是 是什麼? 是12的倍數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你在寫數學歸納法的時候 請你記得 我現在用粉紅色的粉筆畫斜線這個地方 是你最後要證明的結論 好不好? 是你最後要證明的結論 你不要直接把結論寫上去哦 這樣等於是沒有證明 整個證明最核心的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一定要寫清楚 就這樣子 然後整體的架構 當色則 當怎麼樣 色怎麼樣 折怎麼樣 就考試你就把它寫對齊 對齊的去寫 讓人家就一目了然 你是整個架構固定就是這個模式 這樣懂不懂? 好 人家問你什麼是數學歸納法 你就說 就是果牌原理嘛 第一塊我推倒 然後套用所謂的回圈產 身體所效應 後面全部倒光光 就這樣子 高中的數學歸納法 現在就這麼簡單了 懂不懂? OK 結束了 書歸就這樣子 好 往後翻 我們來看課本後面還有一個題目 十九頁 十九頁 翻到十九頁 來 十九頁這裡有一個我覺得也不錯的題目 這也是現在的趨勢跟潮流 這個題目 我覺得出的也還不錯 他用了一個很有名的圖案 叫做艾薛爾 來這個題目我們給他 呃 兩個站好了 因為他也不會很難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大家一起看 等一下 謝謝